OK 大家看到 三千包 這塊是鯊魚 大家看到 鯊魚的皮是這樣的 我剛剛在這間龍塘裡 點了三千包 鯊魚 蔥油 背面 現在在等 等著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只要我越多人訂閱 Youtube的系統就會把我的影片推薦給更多人看 自然可以多人分享到我吃東西 或者我去拍的影片 留言其實都很重要 大家有些互動 如果大家覺得我拍得好不好 等我下次拍什麼旅行 還有什麼想法 大家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這個是我的 是 很多汁 我們現在拿了這三樣東西 先回去 我就叫這幾樣 單是在這裡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如果看不到就定鏡 三千包是7元 有四塊 蔥油背面是8.88 一盒 然後它說是8元120g 我先拍一下給大家看 其實我應該先吃三千包 OK 大家看到 三千包 三千包的大小 通常都是1.5元 小了一點 正常的大小 有幾粒蔥花也是正常 有些芝麻也是正常 嘩 飆了汁 皮都金黃 如果要爆汁 我覺得要先喝一口汁 先聞一下 三千包味 嗯 很多肉汁 嗯 很多肉汁 你看看 正常的味道 正常生煙包的味道 但不太鹹 我覺得 飆了汁 底是脆的 但我覺得包可以再軟一點 我覺得這個生煙包是 不是種伏的 正常 是否特別好吃呢 又未至於 始終都是食品 不過它不是食品的價錢 7元 那外面是多少錢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 這個生煙包是很薄的 而且它的皮是很薄的 不是厚很厚的 肉丸也做得不錯 包又不太油 醬汁也很香甜 這盒是昏魚 昏魚就用這些 湯 豆狀 為什麼是昏魚 這些是橫魚 在Foodcrop 就沒辦法 沒有碟 這塊是橫魚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塊骨 有些地方是用蒼魚 這間老闆說是 不知道是老闆的員工 他說是橫魚 我剛才問了他 橫魚的皮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 魚皮的蒙尾 這麼大個洞 這些痕就是橫魚 大家可以看到有多少塊 我調整一下 1 2 3 有4塊 還有1塊在底 其實我很喜歡吃昏魚 真的有昏魚的味道 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出去吃昏魚 味道沒有什麼味道 顏色很均勻 浸得很有時間 昏魚有點不乾 而且它也很juicy 它也不太鹹 最喜歡吃昏魚的皮 其實是炸了 拿去昏魚 然後再用這個汁浸 我猜我不會做昏魚 你要吃到 那個昏魚的油香 那個昏魚 其實昏魚 也有很多魚油 你不要小看 它是你吃到昏魚的魚油 這個昏魚是好吃的 8塊 我覺得是公道的 顧名思義 蔥油背面 有隻蝦在上面 但精髓當然不是一隻蝦 但當然 如果一隻蝦好吃的 是BONUS 這裡是炸了蔥油 淋下去 這個好明顯有醬油 蔥油拌出來的麵 所以你應該不會看到任何東西 不會有肉粒 不會有蒜蓉 我可以試一下這隻蝦 這隻蝦應該是一個灑蝦 這隻蝦撕了殼的 顏色水也正常 試一下 這隻蝦很爽 它應該是用蔥油拌過 才排好 所以我不用炒亂它 你看它已經有油 看到嗎 蔥油 這隻蝦 這隻蝦 很爽 我覺得這個蝦油背面 口感不錯 味道都可以 是接受的 因為它不是太濃味 我又不覺得它很油 我這樣放出來 都不是很油 還不是斜落在底 平時如果是肩油的 已經是出來了 我覺得它的油分是適量 鹽的鹹度 醬油 如果大家喜歡吃重口味 因為其實上海食 我不知道它是否上海食 還是北方食 上海食是濃味 濃油尺醬 你們吃上海食 是遇到重鹽 重醬油 重油 這些是上海食 的特色 這碗麵 我不知道它是否 整個味道 適合 他們來講 是外地人 不是他們自己 上海人的口味 因為我覺得 醬油不是很濃味 其實我喜歡 醬油可以再濃味 但麵的口感是OK 麵的口感是不錯 它不是屬於彈牙的麵 因為若是蔥油背面的麵 是軟一點的 尤其是喜歡吃偏淡 不喜歡吃鹹 這個麵又好吃 這些都不油 我覺得不是重複的 這三兩東西 加起來都不是很貴 7元 8.8元 加稅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有時想吃 三千包 昏魚 蔥油背面 你不用去 上海食物 才有這個質素 我覺得它在Food Court 有這個質素 我覺得是很驚喜 我覺得很驚喜 好 剛剛我吃完那三樣東西 來一個總結 我自己對剛才那三樣東西的看法 純粹是吃後感 生千包 其實它的皮是做得挺薄 餡肉也不是太便宜的 是正常的 裡面也是爆了汁 皮都是脆的 香的 我剛才吃完 我就發覺它不是很… 平時拍完生千包 你會覺得很飽 很膩 很滑 它沒有這個感覺 而且它的包 煎的時候 煎好 底是沒有油 你知生千包 你知生千包是怎樣煎的 用油 放進去 淋少水 蓋蓋 它的包是沒有什麼油感的 沒有什麼油感 我覺得是合格的 我自己覺得是合格的 我不知道你下次來 會不會有同一個經驗 總之我今天來 這是我今天的感覺 我覺得它今天是好吃的 我覺得今天不是種伏的 這個生千包 我覺得是好吃的 昏魚呢 昏魚我覺得 昏魚也好吃的 我覺得它可能鹹了一點點 鹹了一點點 好少 那個魚油味是有的 就是我的單仲 因為昏魚是8元 它剛才有8元的菜單 所以不知125盎司 還是1g 我忘記了 有4g 125g 有4塊 那份量我當然是正常 因為有時候你想吃 有些質素的昏魚 是多不多 你通常都要糖吃 那你就知道 你進去糖吃的昏魚 你不是只吃的昏魚 那麼醜怪 那你當然是吃其他 那你那一刻 只想吃昏魚 但你又不想 去一間餐館 買幾個菜 就用來Food call 這間昏魚 是OK的 另外講到蔥油盆麵 蔥油盆麵 8.8元 其實我覺得它的蔥油盆麵 份量是有的 因為它的份量 一點點都不少 你不要看我剛才拍照片 拍片 你不要看我剛才拍片 好像很少 其實它是 這個盒是滿了的 還有它有隻蝦 我剛才也說了 這隻蝦是很有體育精神的 這隻蝦一點都不膚顯 這隻蝦是有質素的 那隻蝦 那隻蝦 蔥油盆麵也很好吃 蔥油盆麵 我都吃過好幾間 它的蔥油盆麵 已經不算油了 我之前試過一間 一打開已經是另立立的 除了這面 你一邊吃好像在吃油 不過上次那間 我昨天沒有帶工具 在車上拍 所以看我將來有機會去拍 這個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今天 總括這三樣東西 我都覺得是好吃的 那今天我就拍到這裡為止 下次如果想到些甚麼 再分享給大家看 就再拍給大家看 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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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